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不光历史悠久 而且还和诸葛亮有着很特殊的渊源 是目前国内诸葛亮后裔的最大居居点 据说他沾了许多诸葛亮的先气 有着许多的神奇之处 那他究竟神奇在哪呢 时间回到2010年4月的一个傍晚 随着夜色的降临 喧闹了一天的诸葛村 渐渐安静了下来 村民们像往常一样的准备闭门休息 只有负责打惊的胡银彪还在四处转悠 就在这时 他发现了一个异常的情况 这个不速之客呢 东张西望行迹诡异 那胡云彪意识到 神秘人很可能 他是一个窃贼 很怪闯入村子的窃贼 他就察觉到自己呢 被发现了 于是呢 他慌不择路的 窜进了一条小巷链 奇怪的是 看到这一情景呢 尾随其后的村民们 反倒放心了 天色逐渐暗了下来 村里已经几乎是伸手不见五指 可是呢 被捉住这个外来窃贼 村民们是十拿九稳 他们没有去围追这个窃贼 而是守在这个胡同的 这个交叉的路口处 他们知道 过不了多久啊 这窃贼呢 还会转回到这里 果然 十几分钟后 窃贼的身影出现了 他转到那个路上 那个塞沙口 他 这都不是惊慌起来了 最终的村民们 将窃贼是团团围住 来了一个瓮中捉鳖 我们就一起放出 把他挨在那里 这个小毛贼知道被抓住呀 都不知道自己为啥这么倒霉 你其实别说是一两个窃贼了 就是四处逃窜的这个盗匪 或者是小谷部队 你来到诸葛村 也一样是狗咬刺猬 束手无策 你就拿当年的太平军来说吧 他们总厉害吧 见神杀神是见佛杀佛 横扫半个中国 所向披免 连清朝的正规军 都被他们打的那是抱头鼠串 可战斗力如此强悍的 他们不成想 却在小小的诸葛村里 栽了一个大跟头 根据当地的宪制记载 前锋年间 一支太平军部队呢 闯进了诸葛村 那当地的民团 见敌人兵强马壮人多是重 他就退入巷道 和他们进行周旋 那些太平军看到这民团四散逃跑 还以为这些人不过是些乌合之重 他不足为惧 可是当他们摆开架势 大模大样的走进这诸葛村里面 这些巷道 一下子他就懵了 只见这些巷道里面是既狭窄 他又曲折 最窄的地方呢 只能通过一个人 不光人在这里面行动不便 他们的武器在这里面呢 他也施展不开 而这个时候呢 民团的团勇 把这巷道两端一堵 就像是把笼子的这个门给关上了 来了一个关门打狗 然后呢 这个结果那就不用我说了 那你也猜得到 最终呢 这支太平军死伤惨重 剩下的人呢 只好狼狈的逃出了诸葛村 说到这里呢 您也许会认为 宏语我是在这里固弄玄虚 那这个诸葛村 那不过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古村落马 在江南地区 那常见的很呢 那无非是房子多一些 巷道绕一些 围墙高一些 前面那些故事 那也只是因为诸葛村 他瞎猫碰到了死耗子 他运气太好了 那要是这样想 那您就大错特错 人家当地人说了 他们村里面的每一个建筑 那都是有讲究 有说法的 什么齐门遁奖了 八门吉凶了 不熟悉的人 他根本就走不出这个村 总之 这个门道那可多着呢 那到底有没有 他们说的这么玄乎呢 我们的记者啊 特意去诸葛村 进行了一番实地考场 你这儿的巷道特别多是吗 就那个弄堂特别多是吗 弄堂特别多 到哪里他们不知道 就不来 就不去这类型的事 我问你阿姨 这有几条弄堂了 有八条 村民们告诉记者 可别小看了 他们这八条小巷 这些小巷呢 各个是曲折迂回 能够连通的地方 只有本地人了解 那如果没有他们的带领 外地人 那多半是难进难出 这就是前面盗贼和太平军 被一些巷刀困住的原因 听了这话呀 记者呢 很有些不以为然 他跃跃欲试 准备从离中心池塘 最近的一条胡同走起 看到底要用多久 能够到达对面的 另一处池塘 看能不能走出去 呀 挡住了 这是个死的 记者呢 穿行在诸葛村里 就像是走进了一个 硕大的迷宫 不知不觉呢 就被转晕了 根本他就找不到方向 开始时的信心呢 那早就荡然无存了 天哪 那这胡同是四通八达呀 七八拐呀 这就是两个 哎 听不到 那是唐天 我听到这条方 看着前面 像是没窗 但是左边好像有胡同 哎呀 拐个弯 变得好几个弯 哎 出来好像 这是到哪儿了 呀 不对 好像到人住户家里头 接二连三的挫折呢 让记者叫苦不迭 终于在经历了N个平方次失败之后呢 记者就看到了希望 前方隐约出现了一方池塘 哎呀 难道他就要到达目的地了吗 你迷路了 刚才从这里出发 但是我走了一大圈 我绕来绕去 还是绕到了这里 真是不可思议啊 在诸葛村的这小巷里面 转悠了整整一个上午 记者竟然从出发时的中心池塘处 他又转回到了原点 嘿 这个古村呢 真的是很神奇啊 那么 这些曲折迂回的小巷 究竟有着怎样特殊的格局呢 他们又到底是按照一种 怎样的法则来建造的呢 这个秘密 往往就像一层窗户纸 就怕被捅破 那么在村民们的提示下 记者呢就来到了池塘对面 在其中一栋房屋的二层的阁楼上 通过窗户向下观察 这不看得已啊 一看果然有了一个惊人的大发现 您看 现在呢 左边是陆地 右边是水面 一个S型的曲线呢 将这里一分为二 像极了八卦中的阴阳图 这个庞大的阴阳八卦太极图 由一面陆地和一面水塘构成 中间的S型的界线 则由砖石漆成 这个八卦中 东南为阳 西北为阴的说法是不谋而合 而太极的八个卦象 又自然应对上了 八条向外辐射的小巷 更为绝妙的是啊 在水路两处的地方呢 竟然各有一口水井 就像是太极图中的鱼眼 哎 这个诸葛村 它整个它就是一个太极八卦图 我们平常啊 也见过不少天然形成 巧夺天空的景点 你像江西三清山的思春女神 龙虎山的大地之父 广东清源山的卧佛奇观等等 他们不仅形似 而且呢神似 可他们呢 都不可能像这个诸葛村一样 连鱼眼这样的细节都有 那么到底是谁建造了这个神奇的诸葛村呢 它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古村落街巷的神奇之谜呢 还未破解 记者呢又有了一个更加惊人的发现 原来在这个貌不起眼的这个村子里面 居然暗藏着一个八卦镇 那么这个八卦图形 它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它又将揭开诸葛村怎样的历史渊源呢 众所周知啊 八卦那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 它有一组有着特殊意义的符号组成 共有八种形式 其中长话代表阳 短话代表阴 它象征着自然界的八种现象 哪八种呢 分别是天地雷风水火山泽 那其中象征天和地的乾坤 那是八卦中最重要的两卦 在古人看来啊 阴和阳那是世间最基本的构成 两者是既相互对立又彼此依存 他们相互作用 从而呢 它就产生万物 相传的根据这个原理 福西创制了八卦 所以呢 有太极升两仪 两仪升四象 四象升八卦的说法 后来呢 周朝的开国君王周文王 把它演变成了六十四卦 那到了战国时期呢 著名的军事家孙斌 又再次把八卦发扬光大 孙斌 大家都知道吧 他策划的田济赛马 唯唯旧照 那都是堪称是谋略的经典 传说呢 他是著名的军事家孙武的后人 谋圣鬼谷子的学生 孙斌呢 把奇门遁甲和八卦有机的结合在一起 就创制了八卦阵 据说呢 这种阵法呀 有十六种变化 奥妙无穷 不过呢 在古代啊 因为这门学问的太厉害了 所以呢 被称为帝王之学 一般人你如果盗用 一经发现 那一定是杀你灭口 他没商量 可以说 他是秘传中的秘传 那能够了解他的人 那也是少之又少 这是电影赤壁中出现的一个桥段 诸葛亮设计将曹操几千大军呢 引入到了一个奇特的阵型中 曹军进入之后呢 不管怎么变化 总是处处碰壁 最后呢 陷入到绝境之中 全军溃败 这个阵型呢 那就是著名的八卦阵 那既然那么神秘 那么诸葛亮 他又是怎么学会八卦阵的呢 相传诸葛亮在南洋公庚的时候啊 就认识了当时的名士黄承燕 黄承燕呢 有一个女儿 名叫黄月英 黄月英呢 是头发黄 皮肤黑 是远近文明的丑女 可是呢 他却很有志气 非诸葛亮不嫁 很多人想聘取他啊 那都被拒绝 看到女儿这般的心高气傲 黄承燕呢 他没有办法 他只好厚着脸皮 就找到诸葛亮 就对他说了 说沃龙先生 我女儿很仰慕你 希望今后呢 可以服侍你 说完这话啊 黄承燕的这脸都红了 生怕这诸葛亮 说出什么话来呢 让自己下不来台 可是呢 没想到 诸葛亮呢 竟然很爽快的 答应了这门婚事 原来啊 诸葛亮早就听说 黄月英 她是一位才女 心中呢 也是爱慕不已啊 那后来呢 黄月英 果然就成为了 诸葛亮的贤内助 还帮他造出了 慕牛流马 而这个八卦镇 那就是由黄承燕 传给黄月英 再由这个黄月英 传给诸葛亮 好了 那现在呢 让我们回到主题上来 让人疑惑的是啊 那既然八卦镇 如此的神秘莫测 威力巨大 那他怎么会出现在 一个普通的村庄之中呢 而诸葛村人 他又为何要将 池塘和巷道 修建成这种特殊的模样呢 不仅如此 记者呢 还从诸葛村的村民们 口中得知 除了有八条村巷 和中心池塘 一起构成的内八卦 那在距离村子不远的地方 还有八座山 一棒在外围 他们和诸葛村呢 是遥相呼应 还有形成了一个隐形的 外八卦 这是真的吗 世间竟然 还有这么神奇的事 为了验证村民们的说法 探明诸葛村中 独特的八卦造型 和特殊的地形之谜 我们就登上了 诸葛村附近一座 不算险峻的山丘 这就是传说中 构成诸葛村外八卦的 八座小山之一 名叫大圆山 那么站在大圆山上呢 远处的诸葛村 是尽收眼底 村庄里白墙带瓦 是若隐若现 那么经过测量呢 大圆山 大约高一百二十多米 那距离诸葛村呢 有近六百米的距离 从这个角度可以判断 诸葛村的周围 那都是一道道的 低山丘陵 那么在外形上看 它确实有点像 村民们说的外八卦 我们估计诸葛先民 在建村的时候 周围是没有村庄的 所以就村庄 那个彭地中心那边 有建筑物 根据邱教授的分析 当初啊 诸葛先民呢 在选择建村地址的时候 一定经过了认真的考虑和选择 不过呢 诸葛村 它所处的是一块 低洼地带 从居住条件看呢 它并不是最佳地形 然而 诸葛村的建设者呢 不但选择在这里建立家园 而且呢 事实上 多年来诸葛村始终保持着 旺盛的繁荣的这个生命力 这其中 那究竟隐含着 怎样特殊的原因呢 我们知道 一般的建立这样的古村落 最先考虑的 那应该是用水的问题 村中心这口八卦图形的食堂 那是村民们集中用水的地方 每天清晨和黄昏 池塘边 那总是非常的热闹 在诸葛村 除了这个八卦图形处的池塘 那还有其他十几处 大大小小的池塘 这些池塘呢 还民居而建 或方或圆 成为众多建筑中的中心 据村民讲啊 诸葛村里的水 也很神奇 旱季时 它不干 雨季时 不烙 池塘和水井的水位 始终保持在一定的高度 更觉得是 人们在水塘边洗衣洗菜 那池塘里的水 却丝毫闻不到腐臭的味道 即便天热时 那也是如此 那么满足诸葛村民 生活饮用的水源 那究竟来自哪里呢 众所周知啊 诸葛村地处 浙江中西部蓝西地区 乾塘江的中游 它属亚热带 季风性湿润气候 雨水冲突 可这诸葛村里的池塘呢 却能在雨季从不发生 烟烙之苦 那这说明这个诸葛村里面 一定才有着非常稳定的水源和出口 确切地说呢 在诸葛村的下方 一定有一条地下河 邱教授说呀 由于构成丹霞地貌的沙岩质地 它较松散和这个脆弱 浴水它容易受到溶食 那么久而久之呢 水它渗透到这个盐层中 汇聚到地下 另外呢 在诸葛村外围啊 由沙利盐构成的丹霞盐层下 它应该还蕴含着丰富的石灰盐地层 这一地层呢 在水的长期作用下 它形成暗河 由此便成为诸葛村地下水的出口 保证雨季时 村庄呢 它不会被水淹没 而特殊复杂的地层状况呢 又让诸葛村的地下水自成体系 形成了活水 除此之外呢 池塘里的淤泥 还具有一定的自净化能力 在他们的共同作用下呢 不但是诸葛村的水具有了灵动和活力 还为这里形成了独特的小气候 而这处特殊的聚水宝地 便成为古人选择再次建立家园的首要因素 那水的问题解决了 那接下来呢 考察队对诸葛村里面规模连片的古建筑 它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在经济并不发达 技术也并不先进的古代 那诸葛村的先人 他是怎么建立起这么一个庞大的村落的呢 诸葛村的几千居民呢 那都是诸葛亮的后裔 所以呢 这里的祠堂里 有许多诸葛亮留下来的警惧格言 诸葛亮的第二十七代孙叫诸葛大师 他原来居住的地方呢 因为他比较狭窄 所以他自己选择了这个地方 不过呢 光凭诸葛后裔最大居居点这把钥匙 那我们还是无法回答前面的问题 因为诸葛亮的后裔在其他地方 他也有聚居 可是那些地方并没有同样的设计 俗话说 解灵还需寄灵人 或许呢 我们应该从诸葛村 现在遗留的这些古建筑上找寻线索 大公堂 它是诸葛村里面最大的祠堂 也是诸葛村最古老的一个建筑之一 它很有特点 尤其是支撑横梁的柱子 非常的粗壮 一个人他根本就抱不过来 那通过这些细节呢 专家判断 诸葛村的历史 至少距现代呢 有五六百页 北梁胖住 这是明代建筑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风格 古形座那个石头墩子 那个是清代的时候 重建的时候用的那个 诸葛村的这些灰派建筑呢 可谓清雅古朴 美伦美奂 尤其是随处可见的灰派三雕 也就是木雕石雕 还有砖雕 那更是精美绝论 从这一个侧面说明呢 当时在这里选址 修建村落的诸葛仙人呢 是非常的富有 那么他们究竟是一群什么人呢 是曾经显赫一时的官员 还是富甲一方的商骨呢 我们知道 在历史上 安徽 辉州一带的商人 凭借对木材 茶叶和盐业等行业的垄断经营呢 称雄商界长达几百年 统称灰商 专家发现 诸葛村里面遗留了许多灰商的印记 由此呢 可见 诸葛家族当年呢 正是灰商的一员 那这样一来呢 我们很顺利的就解决了 诸葛村建造者的身份疑运 那既然知道了诸葛村建造者的身份 那么我们心中的许多的谜团呢 也就自然迎刃而解了 过去啊 不管是兵荒马乱 还是太平盛世 小民的这个生命和这个财产呢 都难以得到保障 那为了保护自己辛辛苦苦 挣来的财富和家人的生命安全 那诸葛先人们费尽心思 他就选择了一处低洼地来造村 他们继承祖先的智慧 把太极八卦就融进了村落 让盗贼呢 有来无回 不过呢 现在啊 又有一个问题 当年这个诸葛家族 他究竟是靠什么致富发达的呢 从事中医中药的人特别的多 当时诸葛村 诸葛后裔 在外从事中医中药的 在全国各地有两百多家 俗话说呀 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 那么在这三百六十行里 那为什么诸葛村人 单单要选择行医用药呢 原来当年诸葛亮呢 曾为后代子孙呢 留下了不为良相 便为良医的遗训 多年来呢 诸葛村人始终是谨遵训导 学医用药 那医药世家 遍及大江南北 行医 他就自然离不开用药 所以呢 诸葛村人从小 就被要求学会 辨识各类中草药 他们还特意在村边 他就辟有一处百草原 里面栽种的各种中草药呢 长势良好 诸葛村地形隐秘 他确实在一定程度上 他不会受到外界的侵扰 然而 带来的不利因素 那也很明显 因为他们是商人 那就少不了要进行 商品物资的流通 可这里呢 受地形制约 那物资的运输 他就相对困难 那么诸葛村人 他又是怎么克服这一难题 是中草药经营 他不受交通制约的呢 就在离诸葛村不到两公里的地方 也有一个古村落 名叫七星长乐村 和诸葛村一样 这里呢 同样是属于明清时期的建筑 那里呢 不但是商古往来的交通要道 还传说 它是朱元璋屯兵修养的军事重地 在长乐村一处 不齐尔的岔路考处呢 考察队就看到了古老异道的旧貌 原来啊 这里是古代连接蓝溪 寿昌和龙游三处的交通要道 它是长乐和诸葛村通往外界的主要道路 那如今的这条古道呢 已废弃多时 过去的印记呢 早已不复存在 但是呢 站在此处 似乎呢 还能够感受到这里曾经商古云集 喧闹一片的盛口 而诸葛先人当年 正是利用这里便利的交通条件 作为医药流通的主要通道 他利用这一道经商 包括一些物资的这个输送 把药材往外这个销售 应该也是走这个古一道 但是他不希望一道 直接从他村子里面窗过去 那么这村子的一切的秘密就暴露 前面呢 我们提到 诸葛村的有着六百多年的历史 你要知道 经过岁月的洗礼 就是没有战火侵扰 风雨侵蚀的破坏力 那也是惊人的 在江浙一带呢 与诸葛村同时期的许多知名的建筑 早就混坏殆尽 那为什么诸葛村 却能够至今还保留着原貌呢 这里面 其实是大有门道 南西这个地方或者我们诸葛村这个位置是一个 单峡浑层的一个小盆地 原层尽管有点倾斜 并不是太结实 但是这个盆地还是很稳定的 第二个就是这个地方的气候 不冷不热 湿度也不会太潮湿 也不会太干燥 木结构的这个房屋还能保持保持下来 除了外部的环境 那诸葛先人呢 将村子选择建立在群山环抱下的低洼盆地处 他也起到了保护建筑物的重要作用 那正是这一选择呢 使诸葛村躲过无数次的战火 而村落中心 他修建的八卦造型 更是和外围高山是遥相呼应 为躲避战乱和防止外敌侵入 也加入了最后的防线 经过一番的调查考证的诸葛古村之谜 那应该已经有了大致的眉目了 现在呢 我们再全面的梳理一下 当初呢 诸葛先人看中了丘陵地带下的这块低洼盆地 那通过多年观察呢 就了解到这里啊 他有冲突的地下水货广场 于是呢 就选了在这里建立村庄 他们挖堂修集 又利用当地茂密的森林资源呢 就地取材建造皇屋 他们很早就知道啊 当地的这土壤呢 它有利于中草药和植物的生长 于是呢 谨遵祖上不为良相 变为良一的殉岛 大力的发展医药业 将在外挣得的仓服 就拿回来修建家园 让这个五村落呢 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 由于诸葛 村人不善争斗 不喜张扬 不漏财富 他们始终和外界保持着 似通非联的关系 犹如建造的八卦池塘和迷宫小巷 它既充满了生存的智慧 又暗含天人合一的美好寓意 这里展现的不仅仅是一处精美绝伦的美丽村落 更传递出人们对山水情怀和田园耕独生活的无限眷恋与热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